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中国姑娘们稳扎稳打,最终以110比36大胜蒙古队,三连胜的同时也提前一轮锁定小组第一,而74分的大胜,也让现场观战的中国蓝鞋主席姚明面挂笑容姚明现场观战,结果无意中成为了全场最大的焦点,在现场的观众发现姚明后,几乎都把相机对准了他,尤其是离他不远的韩国求你,更是用惊恶的表情望着姚明。 估计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大摇,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好高好高啊。 另外,姚明还始终把菲律宾南蓝盯着的,因为北京时间8月21日,中国南蓝将对阵老冤家菲律宾队,而菲律宾由于有了克利夫安骑士队后卫乔丹克拉克森的加入,让此战难度不小。 假如此战赢下了菲律宾,那么中国南蓝的之后旅程将会顺很多,很有可能在决赛前就避开韩国、伊朗、日本队,几乎等同于一只脚踏入决赛了。 而如果败给菲律宾,那么赛程就非常艰难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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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